各位可以寫出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可以把它輸出成一個所謂的JIR檔 這個就是JAR檔 又有點像Windows裡面的EXE 這個EXE就是你點了兩下之後 它就會執行 可是EXE只限在Windows底下 如果你把這個檔 如果它是一個JAR檔 你放在Mac電腦上面 也可以ROM出來 你放在Linux上面也可以ROM出來 你放在Nokia手機也可以ROM 只要有支援Java的JVM 通通可以執行起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真正跨平台 這個就比以前學VBDANETS更厲害了 VBDANETS只能在Windows上面執行 這個的話可以跨平台 不幸的話點點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馬上跳出一個訊息的視窗 這個視窗你在任何的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 不會因為說你因為在Apple上面 蘋果電腦上面就不能直接 不會 你不幸的話你回去 如果你有蘋果電腦 你可以把這個JAR檔放進去 點兩下 一樣可以看到一樣的畫面 這個就是Java厲害的地方 可是問題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們的那個輸出就不能用System.out 因為System.out會在哪裡呢 會在我們的主控台上面秀 那所以我必須要怎麼樣呢 把它改寫一下 把這個原來的程式裡面需要有一個地方改寫 哪些地方改寫呢 第一個就是這個System.out這個 因為這個東西它是輸出到哪裡呢 當我執行的時候它會是輸出到主控台 可是這個主控台在其他環境也許沒有 就不能夠被執行 所以必須要把它轉換為一個就是視窗 視窗的開發環境 那視窗環境開發我剛剛講過說 我們需要另外還需要什麼 另外一個零件 這個零件是什麼 就是剛剛跳出來那個東西 那個就是叫做Swing Swing的一個JR-Shen Pen 一個什麼一個板子 你可以在上面秀東西 那取代它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拿那個東西來做一些事情的話 那怎麼辦呢 第一件事情也是要Import 把它匯進來 好那這邊第一個請各位先把 我看先把舊的先把它存起來 你可以另存新檔一下 把原來的副檔名把它改一下 改成一個叫Swing好了 SW-I-N-G 加一個底線Swing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你原來的程式會在 那另外會產生一個新的Java JVD-101底線Swing 可是這邊會產生錯誤什麼呢 因為Class名稱改了 所以請你怎麼樣 另存之後呢 也在